scoby scoby doo what are you 我们要制作康姆茶 这么神奇的东西 是如何创造了一款 红遍了美国的饮料 而且 它还是活着的 今天我们要一起来探索 美国的康姆茶 康姆茶文化 要是你喜欢我们今天的视频 那就记得转发评论点赞 关注和打开通知 这样就可以看到 更多我们Plus One 精彩的内容 yeah 我们今天要探索的 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 what in the world is kombucha 康姆茶是一种经过发酵的 微起泡的 加糖的绿茶或红茶饮料 通常为其所谓的健康益处 而受欢迎 除了直接喝以外 Kombucha还可以添加果汁 水果 酒 或者其他调味品饮用 康姆茶的来源 有不同的说法 不过很有可能是源自于中国 之后被丝绸之路传到其他国家 Kombucha Tea也是被称为 Kombucha Mushroom Tea 康姆茶蘑菇茶 但是你们在茶里看到的漂浮物 不是蘑菇 它实际上是细菌和酵母的菌落 哦 不是什么我期望 它被称为康姆茶之母 或者Skobie 就是Symbiotic Culture of Bacteria in East的缩写 没错 这样的Skobie 还是活着的 虽然可以说 它看起来像一部 外星人电影的主角 但是 它是创造一批成功的 Kombucha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当将菌落加入糖 茶和水的混合物中时 就会发生发酵 从而产生出这种 越来越受欢迎的饮料 今年来 Kombucha产品在美国出现了明显的增长 2014年 这一类产品的销量约为100万美元 2019年 达到了18亿美元 哦 品牌数量也是出现了大幅增长 过去几年里 平均增长30% 甚至有些公司 开始销售在家里自制Kombucha的套装 这里呢 我们就有一个 自制Kombucha的套装 我在亚马逊买的 这个好像是35美元差不多 可以看到这个是 玻璃瓶啊 里面有制作Kombucha 这个需要有的东西啊 啊啊 我忘了里面有那个Skobi 啊 哦 no 重量级嘉宾 就是我们的Skobi OK 水开了之后呢 把这个茶叶放进去 就要把这个茶叶拿出来 现在呢 就把这个糖给加进去 然后来小小 就把我们这个红茶和糖 给加入到这个瓶子里面 然后要往里放8杯水 而且他说一定要过滤的水 才OK 然后现在呢 我们就把这个Skobi 给加进去 啊 就是那种醋的味道 特别浓 哦 that's so 污 那我在网上还看到一个比较有趣的一个点了 就是这样的一个Skobi Skobi干了之后 它的手感和耐磨的皮差不多 还可以制作成鞋子 外套 还有衬衫 那你会愿意穿 Skobi 制作的服装吗 可以在评论里和我们分享 Skobi,Skobi,Doo What are you? 我们要制作康普茶 哇 所以呢我们加进去了之后 确实挺像 蘑菇或者一片土豆在上面 啊 man I don't know if I want to drink this honestly oh I'm sorry,Skobi 不要晕 啊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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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t got my spoon Skobi,NO 那么这样子就看完来 我们的这个康普茶 要开始酿造7到9天的时间 慢慢等待我的Skobi 我很期待你的发展 再等待我们自制的 Kombucha 康普茶的空档 我们就一起来看看 Kombucha在美国是如何成为了一种受欢迎的饮料 并催生出了一个新的行业的呢 这个就是我们应该留给专家的问题 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 Kentucky Kombucha 就是坤台基州康普茶 那这里呢就是他们的 Brewry 他们这里还会酿造啤酒的 但是今天呢 我们就要一起来尝试他们的康普茶 Hi My name is Dominique Schrader I'm the co-owner of Kentucky Kombucha Kentucky Kombucha Kentucky Kombucha was actually the first Kombucha company in the state Kombucha is becoming more popular for a few different reasons I think a lot of the younger generation these days are looking for healthier alternatives across the board in terms of both food and beverage and what they can consume they're trying to be a little bit more sustainable and more responsible those trends are definitely helping Kombucha gain popularity a lot of people swear by various different health benefits so some people say it's great for hangovers or my husband swears by that a lot of people find it's great for gut health and digestion we don't espouse to anything that it's going to cure anything but we do like to say that we create a product that is good for your health OK 所以现在呢他就要给我倒出来 这个新鲜的菠萝 Lemongrass Kombucha 啊 万万没想到 会像啤酒一样 Cheers So much better 味道是有一点点酸 但是还是比较偏甜的 但是不会让你感觉到腻的那种感觉 Kombucha的粉丝声称 它可以帮助预防严重的健康状况 其中一些可能是与血压相关的问题 甚至是倒癌症 尽管这些说法目前没有太多的科学依据 所以喝Kombucha还是要适量 喝多了对身体的一些系统 也许会造成伤害 现在呢 就到我们最期待的一刻 就是尝试我们自制的Kombucha 它现在在下面 我不知道这个是好事还是不好的事情 其实它味道还OK 就感觉你用醋泡了红茶 祝我好运 我不知道 where I went wrong 但是这个 is not right 红茶的味道还是在的 还是甜的 但是那个 vinegar 现在我的嘴都是那个 所以我自制Kombucha之后呢 我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 never again 我再也不想自制在家里 也许是能成功 但是我不太相信我自己 而且这个里面是有这个火的SCOBY在里面 我也不想把它给杀害了 所以以后 我还是干脆去超市或者brewery 买他们专业人士制作的Kombucha 感谢你观看我们这里的视频 要是你喜欢的话 那就记得给我们点个赞 也可以关注 今天我还想问问大家 你有喝过Kombucha吗 你第一次喝的时候感觉怎么样 可以在评论里和我们分享